11月2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香港裴桥中学举行系列纪念活动即黄浦军校后代分享讲座开幕仪式。 香港特区前立法会主席、裴桥中学校间曾玉成出席活动时表示, 香港下一代应牢记国家历史、牢记黄浦军校不畏牺牲的爱国精神。 2020年是黄浦军校建校96周年,此次系列纪念活动将在香港不同学校做巡回展览宣讲, 内容包括有关抗战的图片、书画展览。 当日,香港裴桥中学先进行了升国旗奏国歌仪式。 随后,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费菲、蔡廷凯将军嫡孙蔡兴明、 中国远征军副总司令黄岐翔将军嫡子黄向明等黄浦军校后代亲友作为嘉宾出席讲座, 分享黄浦军校先人熏陶下端正自律的生活习惯与态度,传承先人留下的精神财富。 费菲发表讲话时表示,青少年教育工作虽然艰巨,但必须重视起来。 虽然他今年已经78岁,但凡是和青少年有关系的活动都尽量争取参加。 其实因为跟他们讲黄浦精神,可能是对这一代的年轻人是比较重了, 但是起码给他们一个概念,一个就是要爱国,要记得自己这个根, 另外就是我觉得就是要强生,有一个是非观,我希望一个是让他们从小有个爱国的那个观念, 另外就是要记住自己是香港,立足香港,要将来为香港做贡献。 曾玉成则表示,培养下一代的国民认同与维护国家安全,贯彻一国两制也密不可分。 他称,中国今日已经很强大,但更需保障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 年轻人绝对不能忘记战争中流过的鲜血。 在我们学校一贯都重视学生的国家民族观念的教育, 都重视他们去认识国家的历史。 我们年轻人,他们在和平环境长大, 给他们认识,知道我们今天,就是国家的强大, 和他们的这个和平,幸福的生活, 其实是来之不易,并不是必然的, 都是经过很多这个中国人民奋勇的斗争, 就是赢得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